下面带你去看到不止美国的高通膨问题 最近露出曙光 就连人工智慧发展也出现新竞争 东森新闻特别联手保富银行 推出一周财经回顾 保富银行保富之道 美国公布了最新通膨数据 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3% 创下两年多以来的新低 因此有更多残疾专家推测 7月有可能将会是2023年最后一次升息 走进美国超市消暑大西瓜 还是绿色蔬菜摆满满 现在当对民众可以松一口气 因为美国最新6月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 终于出现降温现象 数据谈开来看 CPI年增3% 增幅降至两年多新低 核心CPI为4.8% 掉的也比市场预期的5%还要快 有着联准会传声筒支撑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aked tomatoes就指出 7月有可能就是今年最后一次升息 一般认为7月份开会升息 大概80%到90% 应该是确定的 问题是接下来的9月或11月 会不会再升息 不过目前用利率期货去看 升息的那个比例已经往下降了 当初11月最高到40%以上 然后现在大概降到30% 虽然联整会呈现英中代歌 核心CPI能否回落到目标2% 也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在通膨退烧之际 过去一周的时间 全球股票基金延续买超力道 热钱相继流露 新台币对美元汇价重回31元价位 台股也重返万七大关 现在已经升息到了尽头 甚至金融市场在预估什么时候降息 所以对于股票市场相对是比较有利 但是企业有没有获利 对于股价还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美国通膨显著降温 激发市场跟着欢腾 但毕竟领百分之二目标 还是有一段距离 后市还是得要密切关注 东赛新闻张博祥 傅一文综合报导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正式成立了AI新创公司XAI 很明显就是冲着 开发出ChatGPT的OpenAI而来的 预期将引爆新一轮的AI竞赛 还记得建议句话吗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屡一屡公开呼吁AI好危险 今年三月更与一千多位知名的科技领袖 跟研究人员 呼吁全球要暂停训练AI 至少六个月 不少人就讨论是不是马斯克 吃不到葡萄和葡萄酸 没上到AI热潮的车所以喊停 但现在他终于上车了 各大媒体第一时间跟进报道 打开XAI网站 员工目前仅仅12人 但来头都不少 包括DeepMind的工程师巴伯许金 还有Google勤员工Tony Wu 其中最知名的员工可能是Jimmy Bar 他是个AI专家 而且人才持续招募当中 并传出马斯克已经买了上千个 灰达处理器 AI的布局越来越完整 特别在推特平台邀请了两党议员 探讨AI也欢迎政府监管 更预测现在比人类更聪明的AI 只需要五六年时间就会出现 这比几乎所有AI研究人员 所预想的时间都还要短 XAI已正式启动 人工智能竞争已然败热化 东森财经新闻 刘始统王卫婷 综合报道 另外知名的游戏业者 也首度用AI来制作游戏 发现不只能让开发时间大减五成 而且还能更好的开发剧本和内容原创 刻画宗教符号的神秘地道 一步步靠近被诅咒的竞技之地 让人加倍感觉寒毛竖起 因为它是AI做的游戏场景 我们有出非常多的图 然后我们在不断地讨论 然后去挑一个我们想要去做的一个方向 前进游戏公司的秘密基地 这些让人心疼疼的背景 来自于团队先去新竹李栋山庄取景 再把照片交给AI进行图像训练 以画面上为例 现在只要输入老房子的关键字 AI就能自动生成不同色调 不同氛围的素材 以前在制作的时候 像角色设定或者是场景设定 都需要靠能力重复地去绘制 然后再讨论 那现在利用快速生成 大家就可以很简单看到画面 然后再讨论 那会比以前少了很多沟通 的时间 过往一款恐怖游戏 人工制图得耗时两年半 但现在开发只要一年半 因为还有它助攻 游戏要有临场感就得够真实 假设今天游戏场景里要有一个我 那么现在只需要透过这样子的 3D扫描器扫描三分钟 不过如果过去要生成这样子的 3D图像 美术设计师得花上一个月 扫描仪来来回回 现实世界的人物或雕像 两三分钟内迅速生成游戏模型 虚实整合更有趣也更有效率 除了这些之外 有一些后端比如说我们城市的除处 其实有时候也会让AI去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已经是省下不知道多少倍的成本了 国内游戏商包含大宇兹 星象志冠都已经导入AI制图 由其成立35年的大宇兹 有5000万张美术源图可以给AI做学习 由AI当神队友势必端出更多游戏大作 东方三台经新闻 可黄明留置在台北采访报道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 最近突然喊咖 要退出印度195亿美元的晶片厂合资案 而背后原因可能是因为迟迟无法拿到 数十亿美元的政府补助金 印度工人戴起手套 手链组装一个个手机零件 鸿海布局印度已经盖了两座电子组装厂 不过现在却突然喊咖退出 印度195亿美元晶片厂计划 鸿海跟印度企业要合资盖印度首座晶片厂 不过10号富士康突然发表声明 已退出合资企业 未来将不再参与运作 而根据彭博社报导 退出主因是印度政府 花了数十亿美元补助大饼 却以半导体厂水准规模未达标 要求鸿海重新递交奖励申请 等于补助是看得到吃不到 印度它的强项其实是在软体的人才 它在硬体方面包括相关的基础建设 甚至就是说印度政府的行政效率 其实就是多年以来都是为人所诟病 而另一说是技术卡关 因为鸿海跟韦丹塔都不是半导体背景 原本要跟依法半导体合作 却谈不拢建厂只能告吹 不过鸿海三月才加码超过213亿台币 要在印度盖新工厂 这次合资破局会不会影响印度布局 鸿海集团他也宣布就是说他会继续支持这个印度制造 其他的可能还要再观察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个案 那印度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在这个疫情之后 他的整个经济成长率也是让人家非常惊艳 台厂复印杂音频传 电子五歌中的伪创先前也传出要退出印度市场 无论是印度政府补贴给的不够干脆 还是基础建设不完善 台厂复印设厂恐怕还有不少挑战 东森财产新闻 黄浮商张华珍总和报道 AI晶片巨头挥达 最近传出A800晶片在中国大陆热销 不知涨幅超过两成 甚至有人出价11万人民币 也不一定买得到 会读晶片大厂挥达高级AI晶片A100 遭美方禁令管制后 现在就连挥达专攻中国的A800晶片 可能也将在无需可证的情况下被禁售 引发市场吸售 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 据了解A800显卡PCIe版之前的价格 还在9万元左右 但是禁售传闻出现之后 现在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1万元 一周左右就贵了2万块 现在挥达A800晶片 可以说是一天一个价 光是一个礼拜 账幅就来到20%到30% 甚至有钱也不见得买得到 相关人士透露 目前供应非常紧张 供货周期大约在30周左右 不过帮挥达代工AI晶片的台积电 业绩却是看不见明显贡献 台积电最新财报出炉 6月合并营收月减11.4% 为1564.04亿元 第二季合并营收为4808.41亿元 下探6季以来的低档 并且还较去年同期下滑金一成 引发市场对于短期AI题材 续航力不足的疑虑 不过看看内外资 对台积电的营运展望 却是无惧短正看好长线 高盛证券高度看好台积电 未来几年占据优势地位 掌握深层式AI的大潮流 对长期保持乐观 股价上看700元 润营更是很上740元的高价 显现台积电成长都能 还是备受看好 斗塞新闻综合报道